香港人這麼繃緊 快閃外遊下都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快閃得就不想煩了 找美景點走就算了 那就對了 以下介紹的幾個APP 就可以幫你很快找到 你去的地方有什麼美的影響位 就像這些 No Filter 就可以說是基於世界地圖的Instagram 一打開就已經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美景位 例如我想去泰國的話 拉大泰國 就可以看到有什麼美景 以及別人把照片拍成怎樣 可以直接看到美景的位置 就不用再在Google搜尋了 如果已經去到當地 直接按定位就可以看到附近的美景 看中又順路的話就可以直接出發 APP還會把美景分類 例如自然、城市、建築等 用家就可以篩走一些 來沒有興趣的類別 這個APP裡面大部份的相片都非常高質 大家就可以參考別人的構圖 取景和調色 都可以拍到一張不錯的美景相片 APP還會顯示別人把相片的拍攝設定 以及用哪部相機影給你做參考 好 不過也可以反過來看 就是看到大家拍得多哪個角度的話 你就可以避開它 就可以拍到一些跟別人不同的情感 就像Instagram一樣 當你收拾完相片之後 就可以上去他們的APP 開心分享 或者你也可以標示一個別人未發現過的畢竟 上去後 其實還要等官方審批 所以就可以保留到 大部份的相片都非常高質 第二款APP SELFIE GUIDE 顧名思葉就是主打自拍 不同城市來做分類 又或者可以直接搜尋 按進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你跟熱門景點的距離 以及當地的日出、日落時間 方便用客就分不同時段去拍 亦可以打開地圖來導航 TAKE SELFIE 就是它的重點功能 Click 進去之後 就會出現不同景點對應的指示構圖線 橢圓形就是人樣 紫色線就是景點 接著它就可以用最穩陣的構圖來SELFIE一張 今次選擇這個就是海巡門 幫我Key 吧 選了巴黎跳塔 當然就是人在家座塔 有些景點還會有不同的角度 在你自拍過的景點 就會有個完成了的標示 讓你有目標地去自由 最後一款就是旅遊網站推出的APP 同樣是基於世界地圖 有景點、飲食、住宿和交通的資訊 想看什麼就自己選擇 Click 進了景點或食店之後 就可以看到網站中所有有關的posts或郵寄 也都可以看到其他用家拍的相片 不過那些相片就沒有第一隻APP那麼高質 但總體來說都不失為一個可以快速計劃行程的APP 最後就祝大家玩得開心也不開心啦 記者親自驗選日本最佳溫泉30間 由最便宜1萬日圓貼地旅館 試到5萬日圓林名宿 試食極上蟹宿 探索建築溫泉美學 - 溫泉全質教學- 一書包辦- 立即到紙想旅行網站下載- 入門溫泉30- 電子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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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泉30- 電子書- -溫泉30- 電子書-